程式部分假如不OK的話 甚至你可以拿這一段把它複製貼上也OK啦 另外的話清除部分的話 清除的話其實更簡單 後面這些公式有沒有 甚至你可以把它改成這樣 這樣就是清除了 因為裡面塞沒有東西 這個就沒有 這應該比較精確的說法應該是 沒有文字 沒有文字就是說清除啦 所以這邊的話也可以拿這個棒 那我們來看一下基本上 如果要清掉這個範圍 那很簡單 這邊的話我們可以再打一個sub 如果你要產生一個按鈕就是清除的話 那你這邊的話可以叫做sub 然後打一個清除 OK,Enter一下 那它就會把程式寫在這裡就可以了 那程式寫什麼 當然比較聰明的辦法 因為這個清除跟上面的程式 就是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一段程式複製貼過來 然後把這個後面改成兩個雙以後就OK了 那我的習慣 你可以Ctrl-C,Ctrl-V 那我的習慣是拖拉的時候有沒有 再加Ctrl-鍵 放開 這樣也是複製貼 我覺得這樣複製貼更快 有沒有 就Ctrl-鍵加拖拉 所以有些程式我都這樣拉拉拉 改改改改 這樣蠻快的 所以有的時候 只要你觀念正確 寫程式 有的時候其實還蠻快的 最後的話把這一段有沒有 把它清掉 改成兩個雙以後就可以了 清掉的話 習慣上就是 shift按住 再加 我不要先放這裡 shift鍵按住 再加end 這個就會 shift按住是它會選取 end是幫我跑到這個文字的尾巴 然後你這個時候 它已經幫你把它選起來 然後你就按兩個雙以後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其實也不用鍵盤就可以了 所以有些鍵盤 有些快速鍵還蠻好用的 如果你懂得 用一些快速鍵 敲一些程式還蠻快的 那就寫完了 而且不會寫錯了 因為程式最怕是寫錯了 OK 把它執行一下 清楚嗎 清空了 有沒有 它意思是說把這個放到這裡 這個等於是沒有資料 有沒有 它就全部清空了 如果還要再一次的話 那就再跑一次 那就有了 OK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在module1裡面 有一個清除 module2也有個清除 所以有的時候 如果你假設 在一個檔案裡面 有一樣的名稱的時候 它有時候會出一點狀況 什麼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現在按鈕有沒有 要變更 像我們之前這個 我按這個 它會出現錯誤了 發現不確定的名字 為什麼 因為之前的按鈕 是找到那個sub 比較清楚的 可是裡面有兩個 所以你按一下它 它會跳什麼 它會confuse 它說 你這個裡面有兩個 我不知道要幫你執行哪一個才對 所以怎麼辦 建議 sub名稱不要取一樣的 那怎麼辦 一般其實比較偷懶的做法 就乾脆把第一個不動 就把第二個怎麼樣 後面加一個2就好 這樣也可以 沒關係 反正你們自己想 其他 反正名稱不要一樣就對了 因為sub名稱如果一樣的話 那就會造成剛剛的錯誤 OK 那我們這裡有OK的話 那我們就一樣 把這個按鈕 這個本來 因為我們複製工作表 它按鈕本來就存在 那你可以不用刪掉 直接在上面按右鍵 重新指定它的距離就可以了 指定什麼 指定這個好了 門號公式 那你把它複製一下 這個名稱複製完按確定 它就被變更了 只是上面的名稱還沒變更 那怎麼辦 沒關係 你點一下 把那個名稱跟著變更 清除的話 你就是指定什麼 清除2 不過上面的名稱不變好了 只是說 這個是我們自己寫的 按確定 好 那我們做完之後 點一下 清除 然後點一下 這個 OK 這樣子 就大功告成了 那這個跟上一次我們練習的這個 錄製劇集 最大的差別是 這個錄製劇集 是什麼 是我們先彩排 然後做動作把它記錄下來 那 剛剛寫的這個呢 是自己寫的 而且程式其實也沒幾行 主要最重要是中間這一行 有沒有 然後上下只是跑個回圈而已 OK 所以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 那往後的話 滿多地方 只要重複處理資料 都會用到4圍圈 所以請各位還是務必把它熟悉一下 好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後面我們要再來看 另外一個 就是說 你會發現 這個如果輸出 門號公式好了 點下去 它這個裡面 實際上它並不是說 把那個需要的資料處理好之後 再丟到這個儲存格 而是 其實它主要是做什麼 就是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丟到這個儲存 應該是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那因為呢 它偵測到這個是一個公式 所以它會直接幫你執行這一串公司的結果 OK 所以其實理論上 這種寫法也是滿取巧的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其實 它其實不是純VBA 它是一半VBA 一半是到Excel去幫你執行公式 那如果你要純VBA的話 應該是 先把最後結果在VBA裡面處理完之後 再把結果丟過來才對 可是這要怎麼做喔 OK 所以待會就要再講 就是說 我們如果希望 是在VBA處理完之後丟結果 那有什麼差別呢 其實最大的差別 就是你把游標放在這邊的時候 你看上面 如果上面是一串公式的話 那就是我們現在做的 那如果不是 是什麼0911的話 那就是在VBA處理完再丟出來的 差別 那你想說哪個比較好 其實寫得出來都好 但是有一個不一樣 就是說如果你是用這個方法 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很容易讓你的檔案 越來越膨脹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用最後結果 它只會存什麼 存一個電話 但是如果你是用上面的方法 它是存什麼 存一大堆公式 所以如果你東西越來越多 你會發現 之前有同學就是用這個方法來做 但是它缺點說 老師為什麼檔案變好大好大 對 因為你一直丟公式 而且呢 城市會越跑越慢 但是如果說你只是簡單工作 這個就OK了 OK 所以這怎麼取捨 請各位試著把剛剛的東西再試 就是把按鈕再做一下 那我剛剛特別提到 有一點喔 名稱有沒有 可能喔 要稍微把它改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清除二好了 改一個清除二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喔 如果我今天呢 是希望呢 輸出的不是公式 而是 最後的那個運算的結果 就是 它的電話號碼 這要怎麼做喔